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土豆 OK,今天又是一期恐怖视频 其实上一次给大家一起看完那些灵异视频过后 就产生一件非常灵异的事情 那个视频一夜之间涨了十万播放 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还有九百个人在看 过了两个小时就只有十个人在看 这一恐怖 然后今天我在网上又找了几个流传圣源的灵异视频 那么废话我们就不多说了 直接来看视频 第一个视频看完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见就是在树下面吊着一个人 当然这视频我觉得要做假的话就非常容易 你直接吊一个什么玩偶或者吊一个人型的玩具 或者吊一个冲群 反正就很容易嘛对吧 所以真实性呢我觉得不算太高 然后我们继续来看第二个视频 第二个视频就是在一个废弃的房屋的窗口 拍摄到了一个小女孩 然后但是那个小女孩的样子呢 让人有一点毛骨手 然后第三个视频的话是一个男人在家里面的 熟睡 然后呢 她的窗帘感觉上像是被风给吹了起来 不过仔细看她的窗户外面 却似乎有一个鬼影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明镜需要您的窗户外面 接下来这个视频是在一个员工食堂里面 然后被监控摄像头捕捉到了一系列灵异的事件 明镜需要您的窗户外面 接下来这个视频更加灵异了 在医院里面 由监控摄像头拍到了一个人的灵魂 飘起来的过程 接下来这个视频是在一个废弃的教室里面 接下来这个视频是在一个废弃的教室里面 摄像设备在教室中一晃而过 居然拍到了一张 不知道是人还是鬼的脸 接下来这个视频是在网上流传很久的办公室灵异世界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视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最后这个视频是在以外的路上 然后拍到了一个身穿白色长裙的女鬼 当然这到底是回事 我不得而知 不过这段录像真的还是有一点点的性能 我们来看一看 感谢观看 OK 那么这就是今天所有恐怖视频的内容了 朋友们你们觉得这个世界上 到底有没有鬼魂的存在呢 欢迎在评论里面告诉我 我们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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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